男孩天生没有免疫力 吃喝拉撒都在无菌泡泡里 就这么过了二十多年 妈妈却说 不好意思 骗你的 今天虎将带来的电影是 泡泡男孩 这是一个既特别又幸运的男孩 他有多特别呢 一出生就被装进泡泡里 他没有免疫力 一个小细菌就能让他game over 四岁以前他都住在医院的泡泡里 四岁以后他就要回家住泡泡了 要说他有多幸运呢 虽然一直住在泡泡里 还是有很多漂亮妹子喜欢他 都要主动现吻了 他怕人家带细菌 说啥也不让 妹子有颜有身材的 也不能在这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呀 可等他见到妹子的男朋友 又嫉妒的疯狂挠泡泡 恨不得把自己淹死在浴缸里 终于妹子要结婚了 可能是对他还有留恋 他来询问男主的意见 他倒好 把妹子之前送的东西全退了 一句话都不说 其的妹子留下一份告别礼物就走了 直到人家走远 他才敢打开那份礼物 那是个写着我爱你的水晶球 这个榆木脑袋终于想明白了 他做了个简易小泡泡 踏上了漫漫追七路 三天之内 到不了瀑布旁边的教堂 妹子就要嫁给别人了 好在他很幸运 一出门就被车撞了 但是人家不白撞 答应带他去瀑布 但万万没想到呀 半路上发现这帮人居然是邪教 但你也就是个搭便车的 别吱声也没什么事 他偏不 不怕死的嘲笑人家 刚说完就被人家丢进了沙漠里 好在他很幸运 又找到了个机车男蹭车 机车男一路带他来到城里 在夜店里海的风生水起 根本舍不得离开 但他的时间耽误不起呀 只好自己弄了个小板车 先走一步了 还没走多远 就遇到了追来的爹妈 爸爸一顿操作猛如虎 把他撞飞了出去 好在他是真的够幸运 又遇到个印度大叔继续蹭车 可人家大叔好好开着车呢 他睡懵了 突然大叫 吓得大叔一激动 撞死了一头牛 这对印度人来说 可是要进猪笼的大罪呀 大叔说啥也不走了 要留下来做场法事赎岁 他又能有啥办法 只能自己先上路了 他想着先给妹子打个电话 表表白稳住他 结果未婚夫接了电话 嘲笑他痴心妄想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他仔细一想也没毛病 总不能下半辈子 让妹子跟个泡泡过吧 他捧着罐啤酒 正坐在路边装忧郁 妈妈又追上来了 说啥也要把他带回去 而爸爸之前撞了他 可能觉得不太好意思 就鼓励他再去试一次吧 果然他是真幸运 这次直接蹭到了飞机 就在妹子即将说出 我愿意的时候 他赶到了婚礼现场 妹子看着他满眼的期待 他也是没有犹豫 直接撕开了泡泡 抱住了妹子 然后一脸幸福的倒在地上 妈妈看着着急了 哭着喊着儿子振作一点 爸爸倒是镇定得很 拍了拍妈妈 别演了 跟孩子说实话吧 原来他四岁的时候 就有免一利了 妈妈呢 一直觉得外面的世界太过凶险 就把他一直养在泡泡里 他一听立马就精神了 那这意思就是不用死了 还能和妹子你浓我浓了 结局皆大欢喜 男孩终于和喜欢的女孩在一起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保护孩子是父母的本能 可孩子总要自己经历一番风雨 才能成长 学会放手 学会让他们自己面对世界的磨练 我是虎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